连龄之间自己个人都道歉了之后 请问蔡英文你要不要做任何的表态 你完全没有 那当时在选举期间的时候 你当时是民进党的主席 你是我们中华民国总统 你利用脸书在那边帮人家竞选 然后帮一个抄袭者去背书 等于是欺骗全民 一个总统欺骗全民这样真的可以吗 蔡英文你用中华民国的总统的名义 在欺骗社会大众 为什么会让我们台湾社会 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 这就是为什么中华选民 这么快速的远离了民进党的原因嘛 好所以你看 在这个我刚刚讲不下车这件事情 今天陈明通他就有发一个声明书 那声明如下 他怎么讲的 他说关于林志坚先生要撤回夙月呢 我是他的指导教书 我尊重他 可是本人生之此举世将使林志坚先生 含冤莫白 且适涉台大学伦争 我以林志坚辅佐人身份参加教育部诉论案时提供给教育部的说明资料 那结果呢里面讲什么 讲说自曝 自曝你有论文公版这种东西 所以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 好这个是呢 这个张又齐他们发的 林志坚测诉以彰显台大认定其论文抄袭实为正确 那林志坚声明当中并没有提及如何处理于正皇间的诉讼案件 全文内容更无向于正皇表达任何歉意 研判林志坚声明仍然是因为政治选情为优先考量 故于正皇自诉林志坚著作权案 及加重诽谤部分 仍会继续完成后续的法律程序 不会因为他吃回诉论改变 于正皇顾念 陈明通教授知识申请义 对陈明通教授一再 点倒是非 好 进而损及于正皇权力及名誉一再忍让 然而在林志坚退出诉论之后 竟然还用律师声明方式诋毁于正皇 甚至罔顾其他学生权益自爆 论文有客制化公版等等 律师团深表遗憾 所以在与于正皇相加讨论后 另行决定法律上之合一处理方式 也就是说于正皇他有可能也会去告成明通 为什么 因为虽然那个公版 当然一定是陈明通先写的 如果你讲先后顺序 可是他只写一个大概的架构 里面真正所谓公版的内容 也就是他的肉 是由于正皇去写的 所以你怎能说是于正皇超了陈明通呢 是于正皇帮陈明通补充了他想要的论文公版 让这个论文公版可以提供给包括 林志坚以及其他很多的人 去写东西 大家懂我意思吗 有人在问说哪一些人可能会写到论文公版 就是在林志坚事件发生之后的 就林志坚写论文之后的人都有可能碰到这个论文公版的形象 第一个我整理一下 第一个林志坚今天的道歉 我认为是因为台大的疏愿本来就时间到差不多要公布了 如果被驳回然后里面写的很难听 就像中华大学那样的话那对整个民进党而言其实是更难堪的 第二点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的说陈明通所谓的论文公版 实际上他是写了一个架构想要便宜形式 那就把一个大的主题拆分成小的主题 然后有一个公版之后 可以分别给不同的学生按照那个公版很快速的产出论文 就用照样照去用套样的套用的方式 那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公版的架构之后呢 请于正皇去把公版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就用了于正皇的公版去给了其他的人 所以就变成其他的人有在抄袭 那所以陈明通就认为 你看于正皇抄我公版 不是耶 你是老师 你有权利 你叫学生去帮你把你的公版补充完毕 那怎么会是学生抄你的公版呢 里面确实很多东西他写的嘛 我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嘛 这个论文里面两个人对于新竹的市的分类 都同样采取调查局的分类制度 为什么 因为于正皇是调查员啊 所以他按照他平常的行为模式跟他的理解去做撰写嘛 因为我觉得林之间的这一案 包括陈明通 包括林之间的律师肖雄林 他们都没有下车 所以我没有那么白痴 我不会一次就把所有现在你可以看到的证据告诉你 可是我会一个一个丢 我会一个一个放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东西就是再一次打脸陈明通的论文公版 这是我们本办的就是助理们呢 先前在去年7月的时候整理的哦 在我的脸书上应该还可以查到过去的资料 叫做是谁上了超跑这台市制列车 小智跳车了 陈明通不下车 郑运鹏 郑运鹏不舍说相信他 萧熊林说 我仍然认为林之间很委屈 在法院应该要获得清白 根据我们的团队整理资料呢 在大家都姓小智 然后蔡英文讲说要大声的这个帮小智的清白讲出来 支持小智占清白的时候 全盛时期有多少人认为这个小智是在替大家自己占清白 以及呢 不能这样颠倒是非黑白呢 好 我们呢 列出了 大概有30人左右 郑文灿 郑文灿那时候还力挺小智 结果志祺在那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去当副歌魁了 来新台湾加油中年晃 我会建议林智坚 从今天开始 谁再讲你抄袭一次 你就告谁一次 我不起诉了 可怜 如果选前林智坚那个抄袭的话 我觉得就GG 选前如果林智坚那次抄袭的话 我觉得就GG 那如果没有呢 王洪威你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 当立委 朱贞昌说 希望二职的选举文化 以此为戒 每一次选举还没正式展开 母黑就已经来了 民进党秘书长林智 很可惜啊 国民党大概觉得林智坚太强了 这个毛起劲竟然要围殴他 还有 超跑智坚梦苗伯雅说 他说那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情 回归到本质 抄袭就是学术性嘛 然后应该就是回去检验啊 然后什么的 大家自己看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苗伯雅在111年的7月5号 跟我同台的时候说 回到学术啊 然后我当天晚上马上写email去检局 所以今天林智坚会被撤销论文 某种程度要先谢谢苗伯雅 再来郑远鹏说 我现在工作我绝对帮林智坚 而且把这两个事情说明清楚 我认为他是真的是无妄之灾 也值得我们应该要帮助还他公道 下一个是什么 梁文杰 我们现在陆委会副主委 不得了梁文杰 梁文杰说呢 对这个酒店吉祥说 最终还是要看中华大学那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单纯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你的论文部分 老师包含新竹科学园区雷同 老师讲当研究生的时候 也帮老师做过同样的事情 老师叫研究生帮他做研究内容啊 等等陆续再完成 先讲这个哦 因为后来的宿润里面显示是说 林智坚完全没有研究能力 所以其实林智坚 他只是帮忙收发论券而已 他是没有那个研究能力的 台大部分现在看起来 两本论文有雷同啊 谁抄谁 不一定说先出版的 就已经被抄的 不一定啦 所以这个要到台大 我想不用两个月 可能很快就出来 我个人相信林智坚 那请问现在呢 陆续会副主委怎么想呢 这你们完全就是 哇 真的是做了黄梁一梦 梁文杰梁 然后下一个是谁 好 这次呢 也是一个我们的小读家 就是昨天塔利班的情组 是很崩溃嘛 我们今天在诸大直播里面有讲 其中一个塔利班的群组里面呢 就有人说林智坚撤回对台大疏愿了 然后有人说是 然后他说未来他还会出来吗 有人就说至少四年会没几 四年内没机会 好 林智坚道歉这件事情 民进党的极端侧异塔利班 他们是把问题 不是说林智坚你抄袭就应该道歉 不是说终于承认了 也不是说 哈原来我被骗了 原来你其实有抄袭 是赖清德的错 赖清德定下来的审查机制 太受伤了啦 都是因为赖清德定下来的审查机制的关系 所以说今天才会有这个情形嘛 所以今天这个小智的论文才 他必须要出来要道歉嘛 对不对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民进党的策利真的不要把民进党当神在捧 真的是没有必要这样 所以我觉得林智坚的这个议题呢 如果我们现在接下来要看 林智坚的道歉 是只是单纯为了要阻挡 台大的那个夙愿的细节出来 让大家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还是说其实 他们真的是赖清德有下令说 希望他们可以稍微收敛一点 不要再让抄袭跟学伦死不认错 硬拗的这个形象 继续伤害民进党 会影响到2024年的选情 那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 林智坚在余振皇自诉案当中的表现 大家听清楚哦 林智坚在余振皇自诉案当中的表现 才是真正代表了林智坚的态度 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 因为如果他有可能是一个人扮白脸 林智坚扮白脸 但他的律师包括陈明通他们那一群人 他们扮黑脸 想要继续透过司法也好 政治因素也好 各种的影响力去伤害被抄袭的余振皇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请大家不要因为林智坚好像已经表面有一点道歉了 然后你大家就觉得说这件事情结束了 林智坚到底他的道歉有没有诚意 就看他们在余振皇的自诉案表现 那现在萧雄林律师他是说 我的当事人都没有跟我讲 他说我觉得这两件案子是不同的案子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去帮小智占清白 如果林智坚的律师在接下来的议题上面 继续如此的强硬的话 还是继续主张原本那些 就是五四三的话 那你没有道歉的诚意啊 你还是一样依然顾我嘛 那这件事就还会继续烧 我告诉大家这件事就还会继续烧 因为我刚刚有举出嘛 你看我随便就从我书架上拿出他们的论文 这个论文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小秘密 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拿出来 因为你们知道跟民进党的搏斗 像我自己个人也有这个习惯是 不要一开始就把你所有的底全部拿出来 不要 因为呢你全部底拿出来之后 他们随便找一个理由借口混过去 那最后他甚至还会翻摇你一口 说是你的错 是你造假 是你抹黑